目前尾盤在台北古手出现了一路往上做电高的态势 那在今天盘面当中我们快速帮大家整理 强势族群一把抓 今天是哪些族群 领着大盘往前冲呢 IC设计股里面今天像是志源 天狱 敦泰 亚细 今天整体的IC设计族群里面还是呈现多方火种之所在 LED族群里面的太古兆元顶元光顶 今天也都带动上来咯 电动车题材今天转到了向利凯 拉出第二根掌停板 华府间大涨超过半根 盛德建核心表现也都不错 物联网的环天科和新盛达神准 今天呈现个股小兵突袭 那在今天盘面里面呢 很多的一个个股都在走反弹之路 也带动大盘已经出现了连弹几天的状况 可是在这连四天弹上来的一个过程里 马上即将遇到的就是月线的反压 大盘有办法一要而过突破这个压力区吗 还是说比较好的状况 我们是用时间换取空间 进行横向扩底打底 让这个底可以打得更坚实 更扎实一些些呢 那在横向扩底格局里面 操作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来为您的现场的 专家是分析师许峰璐了 峰璐好 平均各位球投资好 大家午安 好 峰洛你在这一波大盘呢 看起来也没有在进步破跌的同时 你提出一个论点 我们不要求打一个所谓的强劲V转格局 最好的状况是呈现横向扩底 但是在横向扩底的一个状况里面 就会遇到很多的族群 轮掌轮弹 轮动在走的一个这个状况 那这样我们就要分融 不同的一个族群 我们怎么去抓节奏 怎么去抓反弹的压力 好 哪些操作还可以追 哪些还有空间 哪些易经账都遇到压力去了 不要再进行一个乱抢的动作呢 我们今天帮大家分四块 包含了金融 电子 非电 还有生计族群 在横向扩底的这个大环境格局之下 你怎么分族群 来告诉大家 压力在哪里 空间在哪里 好 我想指数在连续四天的一个反弹之后 其实已经来到接近月线这个反压 那来到今天又是所谓台词期货结算 好难得 外资其实从去年开始到今年 基本上期货都是站在空方 唯一在昨天正式的 在期货的一个部分 是呈现站在多方 虽然只有想要买 但它也就代表今天不用往下压 去做一个压低结算的一个动作 那你看到今天利用美国股市大涨 好 然后开高之后再往上就做一个强谈 但我们比较要留意的是 在盘面上比较多的一个电子股 基本上它都是开高走低比较多 那唯一在尾盘这边 能够再往上攻的 反而是一些 现前两天可能没有涨到的一个电子股 比如说像IE设计的资源 你可以看到其实昨天前天 它其实并没有所谓的一个大涨 指数在反弹 它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涨 但是它今天在拉尾盘 好 那你看现在在拉台 你往上走 你会遇到什么 遇到际限 好 这是我一直在跟大家报告的 电子股它这边往上反弹 只要补到缺口 遇到了均线压力 或是爆大量 请大家注意这三点 只要出现这三点 你就应该要试图的去做一个调整 那我们现在简单来讲 我们这段一直跟大家讲 车电股里面 像德威 我们是不是跟大家报告 季限附近布局 那它来到了5月5号 跟5月6号这个缺口 大约是在320元附近 你看到过去两天 包括今天 它基本上320元以上 它就比较容易怎么样震荡 好 这个就是我们 在讲的 因为指数这边 最好不要强攻 你往上强攻的过程里面 量带不出来 那就变加量背离 那个股的部分 反弹只要遇到了缺口 那就是前方的一个套劳区 那遇到了均线压力 前方套劳区 爆量 那就是有人在这边想要下车 那当然它要继续攻 就是比较难 所以电子的操作 我们就用这三个方式 遇缺口 爆量 遇均线压力 我们就做顺势的一个调节 那另外的话 我们再看金融的部分 金融这波跌得非常非常深 又有残险之乱 对不对 那今天是第一天在反弹 包括像2881的富邦金 2882的国泰金 我觉得我以这两党公司 当作一个主筹 第一个 他们又有所谓的 残险的一个部分 又有海外投资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们算是重灾区 所以这波段回的也比较深 那你要先去抓它的部分 一样 反弹只要来到了缺口 第一个缺口在5月11号到5月12号这一天 基本上不管是付华太金 或付当金 来到这个缺口 我会建议同事朋友 短线可以先去做什么 拔档或是减码 那这一两天才刚刚第一天反弹 我认为还有持续的一个攻击 它也是让今天指数 能够维持强涨的关键之一 毕竟今天早上台积电最高的到541 现在的一个价格是535 其实有没有发现 6块钱的台积电 其实要占指数五六十点 所以现在来看 电子股确实是要这样子的来回操作 而接替上来是所谓的金融股 再来就是非电 金融股我问一下 因为你说了反弹上来 它其实应该是还有空间 但是因为前波 我们以富邦金为首 往下跳空缺口这么多 会不会马上也就遇到了压力呢 我想如果以富邦金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的往下跳空缺口非常的多 可是你看实体K线里面的话 现阶段往上走的第一个跳空 应该会是在5月11号到5月12号 这一天 来到这里其实还有一点空间 那来到这边 再去看整个大盘的结构 去进行调整 那再加上说你看最近外资 在富邦金这边是连续的大卖 每天都是一万张两万张在卖 所以它往上反弹 它的空间相对讲 确实会比较压抑 不会太多 但是来到缺口附近再做调整 我认为会减少投资品有一些损失 因为很多投资品 有多是存股族 那存股族当然就是蜘蛛比较 那来到这边的话 我认为这样的操作会比较适合 再来就是所谓的非电子 因为这两天其实都在谈电子股 非电股都被压抑 那非电股请大家先去留意到 我们跟大家追踪的是 所谓的解封概念股的 像长荣航空 那我们在上个星期 跟婷娟在联系的时候 就特别提到长荣航 它有出现一个强势股的补跌 跌破了季线 那现阶段既然跌破季线 已经是第四个假日 这个从正式跌破开始第四个 那加上今天 已经是第五个假日的话 我会建议投资品 它如果接近季线 反弹来到这个位置 应该是站在卖方 2610的华航也是一样 今天华航还相对来讲比较弱 离季线越来越远 同时你可以看到 外资跟投信 在华航 都是重部的进行一个卖潮 这个大家就比较小心 包括说像投信 在华航航也是呈现一个站在卖方 所以这一群 基本上是反弹 你要站在卖方 那还有就是钢铁的部分 像1605的华星 你看到投信已经连续卖潮三天 今天的反弹也相对弱势 它也是反弹 遇到越线反压 要去做一个换骨的动作 那回过头来看 在刚刚12点过后 大家有没有发现 生技族群几乎轻易色往上进行一个抢拉 那为什么 因为前两天它也是跌得够深 那这边跌最深的就是先前最强的 所谓的快筛世纪概念股 那带头当然是泰伯 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跟大家报告说 泰伯其实在爆量之后你要去留意 他如果在高档留上引线之后 你就要怎么样 先去做一个获利卖出 你看从310这一波一下子就回到季线 大概就跌了100块下来 对 非常快 但在季线附近的话 它这边的一个反弹 你也要去注意到 它的这一波的反弹压力 应该会是落在5月5号 5月5号跟5月6号这边的一个下源 因为这边又是第二次突量的位置 所以这个往上反弹的空间就会比较小 而且现在大家应该都买得到快筛世纪的 对不对 不管是泰伯 又或者是1760的宝林附近 又或者是4171的瑞基 4133的亚诺法 那你看他今天其实谈的比较强的是谁 亚诺法 因为他这一波跌的第一个也构成 从84块跌回来几乎腰斩 而且他的一个价格又比较便宜 所以市场资金比较少 他比较容易往身边去做反弹 可是如果大家去看 相关最受惠的生计股里面 我认为在通路族群应该会有机会 前段时间很飙的 当然就是大树 还有信一 但他们价格也比较贵 我会建议投资朋友现在看 看更便宜的 包括说像8403的盛宏 那这个股价其实他强度很强 他在5月13号已经从季线里面先跳空大涨 那这里要不要追 我认为已经涨这么多就不要追 你可以去留意到4121的优省 因为他股价现在还在季线附近 而且我观察到外资过去6天买超4天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 外资不仅没有返向卖出 反而是持续在进行买进 再来就是我看到他整体的营收表现 真的不一样 因为当现在大家都买得到快赛世纪 那你要去哪里买 要去通路 那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优胜他前部分也涨得非常凶 最高的到34.45 这一波拉回来 其实也是直接回到季线 可是第一 有外资的买盘 这是个好处 第二 他本身是国内的一个第二大的一个药局通路 他包括有幼权的健康人生等等 还有就是结盟到圣 我们刚刚所说圣红的药师药局 所以他这个通路非常的完整 最重要的是他国内很重要的血氧机的 这个通路商 那最近大家看到这个新冠 其实最常测的除了快赛世纪之外 大家都担心就是血氧 所以他血氧机认 热卖之后有没有正式再反映到营收 有 我们仔细去看到他的营收 他四月营收是月增51% 年增51% 那这个就非常特别 因为大家都知道四月份开始 国内疫情是大爆发 所以相关的药局通路都是呈现一个大涨 他也是前波的强势股 已经有拉回 但绝对价格还很便宜 所以资金容易进场 四月营收是月增五成 年增也超过五成 那也就代表说他第二季的营收还会持续亮眼 五月目前来看到大家急着要买快赛 他的营收应该还可以再上一步 再加上之前血氧机的持续热卖 我觉得这个都会有机会 然后再来我们去看他的一个财报 他的一个第一季EPS0.22元 对比去年来讲 也是呈现一个相对来讲还是不错的 那我们再去看他整体来讲四月营收 我刚刚说过 四月营收是呈现 月增年增都超过五成 所以我会认为像这样的个股便宜 然后又具备有筹码优势 那他离上档的一个 前波大量区的高点是比较远 那过去一直跟大家报告的是 大量飞高点 通常大量都还有机会去挑战 接近他的一个高点 所以这边离上档的空间会比较大 那投资朋友也可以好好去做留意 那需要担心月线的反压区吗 我认为小型股堆 为月线的敏感度不会这么高 尤其是大家可以去留意到 他在跌破月线的那一天 其实在五月四号跌破 但跌破那天的量年并没有非常大 那你如果去观察他这一波的大量 大量的一个点是在四月二十一号 第一次大量是七万九千张 第二次的大量是在 四月二十八号的六万九千七百多张 那你如果你跌破月线的那一天 是在所谓的一个五月四号 那一天也不过一万多张 这个量并不会太大 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关键点 应该是来自于 四月二十六号这一天的一个 警线位置 这个位置我觉得会是 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区 那如果从这边往上走 我认为还有一定的空间 从这边我可以好好去做注意 毕竟外资这段买这么多 就过去的经验 外资通常在跌的时候 他如果一旦买进 他会一路买 买到他真的在大涨爆量的时候 他才会在有空间获利出 所以我反而认为 这边是相对比较安全 对比较能够